继续来看肺癌成了台湾的新股病 每年夺走9000多条宝贵的生命 但是不少患者奇怪了 根本不抽烟 甚至也不进厨房 不能理解自己到底为什么会生病 医生明确指出 现在的肺癌跟空气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PM2.5 它能够直接穿过血管 穿过肺泡 引起身体发炎 现在被世卫组织WHO 列为一级致癌物质 而另一头我们的中央大学研究团队 也有惊人的发现 在新北市柏桥的空气里面 竟然验出了塑化剂 这是全国首例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连呼吸都会吸进塑化剂 这个消息呢 真是彻底把大家吓坏了 而这些空气当中的塑化剂 到底怎么来的 记者林慧君 蔡木齐的调查报告 跟肺腺癌常常跟抽烟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就担心说 哇台湾为什么肺腺癌变这么多 现在怀疑就是空气污染 肺腺癌是台湾的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第一名 那所以一定要早期筛检 你到了第三第四期啊 就其实很困难 而且吃了很多的苦 陈温倩因为觉得自己容易喘 呼吸困难 加上家族有肺腺癌病史 检查后发现肺部有肿瘤 赶紧动刀拿掉 而无端被肺腺癌找上门的 还有她 夫人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 还好 检查状况有没有好一点 检查有没有好一点 市长夫人也是小额科主治医生 八年前检查出罹患肺腺癌 最后切掉五分之一的肺液 医生说最近很多咳嗽不止 才来求诊的病患 肺部已经有问题 所以整个肺癌 我以前就讲说九死一生 肺癌通常初期没有症状 一有症状来检查 十个有七个已经是末期第四期 没办法开刀了 剩下三个勉强可以去开刀 每年肺癌的死亡个案是九千多人 九千到一万人 肺癌夺走人命 十年来已经成为十大癌症之首 到底致癌的危机在哪里 六十多岁的王牧师跟太太平常不抽烟 也没有不良习惯 更没有家族病史 但到医院做体检 发现双双罹罹患肺腺癌 惊讶又惶恐 就是一天大概煮一餐 所以那个油烟量应该不是很大 我们家也没有肺癌的遗传 所以我们现在所能够想到的就是 应该就是说空屋 过去一直都没有戴口罩 就骑着火车就失去掉了 那我想说这个会不会是导致 危险癌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四十年来如一日 汽车不戴上口罩 专家点出 越靠近路口 PM2.5的浓度越高 因为我们有发现就是说 你越靠近路口 那个PM2.5的浓度越高 像这个摩托车 还有汽车 都在那边等红绿灯 那他们其实现在都没有熄火 那你如果靠近那里的话 你不是吸进去很多PM2.5吗 但吸进了PM2.5 就无法排出体外吗 我们营床上常常观察到 一些聚氏细胞 吞掉这些PM2.5 或者是这些悬浮有毒的颗粒 它没办法分解它 它喷到一个量之后 它负荷不了 它自己就死亡 然后这颗粒就散步出来 然后这散步出来这些颗粒 甚至它比较小的 它可以穿过肺部的微血管 进入到血液循环 进到血液循环之后 就全身循环全身跑 所以全身的所有癌症 都会跟它有关系 通常这个应该是肺腺癌 因为肺腺癌喜欢长这样 它就喜欢长淡淡的 让你忽略它 好像一片云一样 可是它其实是癌症 它也是没什么特别症状 稍微一点点咳嗽 但是我就是有把它安排 电脑断层检查之后 就在它的肺部找到一个 0.8公分的早期肺癌 就在我们追踪 恐怖可能致癌的因子时 中央大学研究团队 在板桥侧站这边的空气 减出0本2甲酸2因子成分 这是怎样的成分呢 这是数化剂 数化剂可以用吸的吸进体内 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发现 我们以前的了解就是 它从食物触摸等等的途径 到人体里面 现在多了一个途径 是从空气里面 过去甚至在越南的北部 我们有做一些这个采样 其实那时候就发现有数化剂 从地远来看 板桥沟中正门 红化路车流量大 附近还有新板特区 及新北市政府 当举办大型活动时 人流车流更大 火车站客运转移站都在附近 这是造成数化剂 的来源可能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使用 这个塑胶的纸片 比如说你的塑胶袋放在外面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它就碎裂 然后它就会 颗域就越来越小 对 那它有机会飘到空气里面去 来到空气研究室 罕见的对外曝光 这是我们实验室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PM2.5的其中一种采样器 空气就从这个地方抽进来 那进到这个绿子 通常我们绿子是这个纯白的 但是当有一些微粒层气的时候 它就会有颜色 那这个颜色当然也跟它的成分有关系 那通常颜色比较深一点的 有可能是碳 不过专家说 空气测出的塑化剂呈现微量 民众不必太恐慌 是否会影响健康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研究团队采样分析也发现 冬季PA2.5浓度 游北向南地震 污染源站比也不同 北部板桥站大多是交通工屋 南部小港站则显示工业污染影响 医师点出这一招可以防范 医疗口罩 或者是现在市面上有出的 就是我们的国家有认证的防霉口罩 这种也可以挡住空气污染 最强的当然是N9屋口罩 它是一个密不通风的口罩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戴一般的医疗口罩 记得可以重复洗的不支部口罩 棉部口罩 或者是纸口罩 对PM2.5的防御率都是几乎是零 进入秋冬空污季 谁都不想成为空污难民 医师提醒少不如在户外 而且戴上口罩 才能减低PM2.5的危害